大家好我是贵国别老迪哥我们今天呢也是借那个黄原苗子啊就是说已经收好肚脐的啊 然后我们让他那个下堂的那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下黄原水区的问题 就是一个双脸 然后对了顺带讲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龟友问我们头苗尾苗啊 其实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常见来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都是头苗 哈哈哈 跟我们人一样他有的有的孩子啊母亲个子不大 但是生的孩子他比较大 列七八斤 列七斤 但是有的人的孩子他出生五六斤 这个东西都是活体嘛 他是会有差异的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水区 这是已经跟那个黄原的新苗子准备好的 水区的水其实并不深 他掉进去的话很容易翻过来 如果太深的话就是不太好 因为要尽量的去避免它溺水 好了我们现在把它把它们都放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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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工作就做完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 关注有问题的朋友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 谢谢 要是 很足短的朋友 nutzen